人到晚年 别做三种老人 不然 别说儿媳了 连儿女都受不了 你前不久 闺蜜告诉了我 她家里发生的一件事情 我奶奶病了 住院了 开了刀 需要人照顾 本来 我爸跟叔叔商量好了 既然大家都忙于工作 没有时间 就给我奶奶请护工照顾 医疗废护工费两家平摊 可是 我奶奶知道了之后 不仅不干 反而对我爸妈破口大骂 首先 她奶奶觉得 伺候婆婆 是儿媳妇天经的义的事情 她就是过来的 若是有儿媳妇却请护工 传出去了会遭到非议 人家会觉得 肯定是这个婆婆不怎模样 苛待儿媳妇了 儿媳妇才不肯照顾她 非议 那叫做事实好不好 她对待我妈和婶婶 有客气过吗 一不高兴了 就甩脸色 我妈脾气好 不跟她计较 她就出口成脏 动不动就骂我妈 还种男轻女 带过我跟堂姐一天过吗 伺候过我妈坐月子吗 她凭什么要求我妈去照顾她 其次 她奶奶很懂得 柿子要找软的捏的道理 知道小儿媳妇会顶嘴 会回骂 不敢去找小儿媳妇 便一个劲地打电话给大儿媳妇 也就是闺蜜她妈 逼迫大儿媳妇辞职伺候她 最后 当闺蜜她爸提到家里经济压力大 老婆辞职了 就很难再找到工作了之后 她奶奶不再让她妈辞职 来了一句 那她白天上班 下班了就来照顾我 这样两不耽误 把闺蜜和妈妈气个半死 我妈是铁打的是吧 白天上班 晚上照顾她 不用休息了是吧 想得美 现在 闺蜜的爸爸和叔叔 已经请好了护工 明确告诉老人 要是她在闹事 把护工气跑了 就自己看住办吧 不是儿孙不孝 而是她真的 让儿孙尊重不起来 严世家训理 有一句话 夫封画者 自上而行于下者也 自先而失于后者也 是以腹部辞则子不孝 胸部有则地不公 夫不义则腹不顺矣 人到晚年 别做三种老人 不然 别说儿媳了 连儿女都受不了你 很多时候 不是养儿防老的 思想观念过时了 而是你这个当长辈的 实在是让儿孙尊重不起来 俗话说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老人长寿 儿孙孝敬 本来是家里的福气 可是有的老人 过于自私自利 从来不懂得考虑儿孙的感受 只知道为了一己之私 仗着长辈的身份 逼迫儿孙 做不情愿 损害自身利益的事情 这样的老人 对家庭来说 不是宝 而是一种伤害 第一种 只要儿女末 按照她想法尽孝 就不依不饶 丝毫不考虑儿孙难处的老人 闺蜜的奶奶 就属于这一种 在她看来 哪怕儿子给她请了护工 让她有人照顾 医疗费也有人出 都不行 除非大儿媳妇 肯亲自伺候自己 完全按照她的要求来 否则就是不孝 不说儿媳妇本来 就没有伺候公婆的义务 伺候父母 那是子女的义务 就说家里的实际情况 作为过来人 应该很清楚 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时期 有多难 哪怕儿女兢兢业业努力工作 赚到的钱都不一定可以让 一家老小体面地活着 若是此时 儿女按照你的想法 尽孝 失去了工作 没有了钱 一家老小都喝西北风去吗 她不光是你的儿女 还是一个丈夫 妻子 还是一位爸爸 妈妈 对她而言 小家也很重要 她对另一半和子女也有义务 有自己的生活 要过 不可能为了你牺牲一切 记得北野五层说 所谓规矩 从根本上考虑 其实就是为他人着想 一个差劲的人 是完全没有考虑一下 别人的感受这种想法的 若是你不懂得考虑儿孙的感受 一味的胡搅蛮缠 那么 也休怪儿孙厌恶你 不愿意搭理你了 第二种 对待儿女和儿女配偶双标 从始至终都做不到 尊重儿女配偶的老人 闺蜜的奶奶 想要有人伺候 却只盯住儿媳妇 从来没想 过让两个儿子来照顾她 当大儿子说大儿媳妇辞职会 造成家里经济压力巨大 她无法承受的时候 闺蜜的奶奶心疼儿子 便想出了 让大儿媳妇白天上班 晚上照顾她的歪主意 她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 自己既有人伺候 又有人赚钱 不至于让大儿子承担 所有经济压力 可是 她从来都没想过 白天上班 晚上照顾老人 大儿媳妇吃得消吗 说白了 她之所以能想出这样的办法 无非是因为儿子 是她亲生的 而媳妇不是 作为母亲 她会心疼自己身上 掉下的一块肉 却不会心疼别人的女儿 王福说过 生活需要一颗感恩的心来创造 一颗感恩的心 需要生活来滋养 无论是婆媳关系 还是翁婿关系 都该遵守一个原则 那就是你带我好 我带你好的原则 你带她好 是个好婆婆 无需 你把她当作女儿看待 像对待亲生骨肉 一样疼她 这很难 毕竟 她不是你亲生的 母爱 很难分享给别人 你只需要做到尊重她 对她客气点 别挑剔她 在她遇到男士的时候 看在儿子的面子上 力所能及帮上一把 对待孙子孙女 和矮可亲一些 就算是个好婆婆了 若是婆婆够好 男人也还算负责任 除非女人 想把自己的家做没了 否则都不会对婆婆 拆到哪里去 第三重 一碗水端不平 无法公平对待子女的老人 在多子女家庭里 兄弟姐妹 是否可以和睦相处 在父母老了之后 不斤斤计较 携手承担起 父母养老的义务 而不是互相推诿 关键要看父母 是否可以做到 一碗水端平 我爷爷奶奶 有两儿一女 目前奶奶已经去世了 爷爷跟我父母生活 这些年来 大伯和大姑 都莫放弃劝 说爷爷 去他们那离养老的事情 可是 爷爷有助落叶归根的想法 不愿意离开老家 我父母也说了 只要爷爷愿意留下来 就会照顾他到最后 爷爷奶奶 之所以会得到儿孙的孝敬 三家抢住养老 主要是因为 他们懂得如何对待儿孙 尽管当时在老家 重男轻语的思想盛行 家里经济状况也不好 很多人都劝说 爷爷奶奶不让 大姑继续读书了 大姑也愿意出去 打工工弟弟读书 但都遭到了 爷爷奶奶的拒绝 你爸妈还莫死呢 还不至于牺牲 你去养儿子 你能读书 就给我读 我们只能为你做到这里了 你读出来了 过上好日子了 我们也安心了 我爸能力最差 比不上考上大学的哥哥姐姐 一直在老家种地 没少遭到亲朋好友的吐槽 可是爷爷奶奶 从未嫌弃过我爸 也没要求两个 有本事的儿女养我爸 而是让我爸妈外出 打工自己养家糊口 他们照顾才五岁的我 一代就是十三年 直到我去大学 因此 我妈是心甘情愿 照顾爷爷奶奶 终老的 作家茨维格说 命运的所有馈赠 都暗中标好了价格 你必须要以另一种方式 来交换 或者偿还 想要儿孙孝敬 想要儿媳妇善待你 就先要求自己 尽可能做一个合格的老人 让儿孙永远记得你的好 发自内心想要孝敬你 《金刚经》中 为何向佛提问的是虚菩提 这三点它有绝对优势 《金刚经》是我们熟知的一部佛教经典 整部经典 以虚菩提与佛陀的一问意答来技术 向我们展示了深奥的佛力 其实不光是《金刚经》如此 其他的佛经也是一样 比如《心经》就是摄立子和观世音菩萨的对话 《棱严经》的主角则是阿难 那么《金刚经》讲述的是 一切现象的性空患有的理论 千余年来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 影响深远 由虚菩提来提问 也一定有某种深意 这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呢 我们所熟知的四大名著之一 《西游记》中 孙悟空能上天入地 《会七十二变》 《大闹天宫》 这些所有的本领都是跟他的师父虚菩提学的 这虽然是在小说中描述的 也由此可见虚菩提尊者修持层次之高 除了这点之外 还有以下的几点 他都具备了绝对的优势 一、道德至善按照我们现在的观点 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中被认可 被人们所拥戴 除了具备高能力 高本领之外 人们最看重的还是他的德行 这一点 几千年来都没有变过 在修行中亦是如此 虚菩提具有十分高尚的德行 在当时的佛的弟子们中 具有很高的威望 以他的道德修持 和日常生活中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来说 他足以领导其他的佛弟子 以他为代表没有一个佛弟子不认可 不赞同的 二、长寿除了德行深厚之外 虚菩提还是当时所有佛弟子中最年长的 被称为长老 长者 有的佛经还把虚菩提翻译为巨寿 意思就是十分长寿了 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老寿星 一个有德性 又很年长的老者 自然备受人们的尊敬 可以用德高望重来形容 他成为佛的十大弟子之一 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也符合我们现在的观点 我们常说老人走过的桥 比我们走过的路还要多 对于这样的老者 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三、谈空第一金刚经是谈如何修心的 虚菩提在一开始就问佛陀发问 云和硬住 云和降伏其心 修行如果离开了修心 只注重表面的形式 肯定是不能够成就的 而这本经主要谈的就是空和有 如何应对一切现象 如何助心的问题 在这方面最有成就的 那也非虚菩提莫属了 大家都知道虚菩提是谈空第一的 所以他最有代表权 由他来代替众多佛弟子向佛提问 最合适不过了 大众也最容易信服 所以以上的三点可以说是 虚菩提的绝对优势所在 所谓闻道有先后 树叶有专攻 虚菩提长者在空 有问题上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在加之德高望重 由他来提问最为何事 在这精彩的与佛陀的一问一答中 也让我们收获了无限的智慧 解决了很多修行路上的难题 让无数众生获益 我们都要感恩虚菩提尊者 巧妙的提问和佛陀智慧的解答